国内设置413站部落文化健康站 让长者能在地接受厂照服务 但有些稳健站因空间狭窄 设备老旧或环境不友善 造成长者行动不便 里面比较没有扶手 然后一些的就是防滑 止滑的那个设备 所以我们很需要这个 为了提供长者更优质生活空间 圆明会也在109年度 透过潜瞻计划经费 持续补助地方政府1.16亿元 改善130处文化站主体建筑安全及设备 包括无障碍厕所及坡道 防滑地砖等设施建立友善环境 希望我们文化站的这个空间 可以是友善的跟安全的 可以让老人有一些好的一些设备 包括可能是可以运动的啦 还有远环失能的啦 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促进他们健康的一些设备 了解这个我们族人其劳的一些健康 副主委表示 部落稳健站是圆明长者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照顾服务据点 因此落实改善基础设施设备 才能让长者过得安心 下一步也将持续赚理前瞻2.0计划 争取更多经费益助 原时新闻 虎树无流 新北新庄 桃园大西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